美国政府8月12日表示 由于阿富汗安全形势迅速恶化 美方将进一步撤离驻阿外交人员 美军将在未来48小时内 从中央司令部辖区内部署三个步兵营 共计约3000名美军至喀布尔机场 以确保外交人员安全撤离 美驻阿使馆当天再次敦促 在阿美国公民立即离境 另一方面 塔利班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闪电班攻势 横扫阿富汗南部 又攻占了四个南部省会 目前塔利班已经夺取了阿富汗第二和第三大城市 政府武装力量分崩离析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 学生刚刚重返校园 全美14周 共计已有超过1万名师生 由于曾经暴露于新冠病毒之下而正在隔离 内华达州雷诺市 有家长在孩子确诊感染新冠的两天后 仍让孩子进教室上课 导致80名学生面临染疫风险 波罗里达州疫情急速恶化 布洛华德郡从8月10日到11日之间不到24小时当中就有4名老师感染新冠死亡 其中3人未接种新冠疫苗 布洛华德郡学区董事会已投票通过 将拒绝配合州长德桑蒂斯颁布的禁止学生戴口罩命令 美国CDC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的11名成员8月13日投票 一致支持为免疫系统受损者接种第三针疫苗 这个建议还需CDC主任瓦伦斯基的最终批准 美国FDA12日晚间扩大了对莫德纳和辉瑞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器官移植患者和类似的免疫系统受损患者将有资格接种加强针 美国人口普查局8月1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过去10年加州的亚裔人口增长了25% 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中增长最快的族裔群体 加州的白人人口在2010年到2020年间锐减了24% 导致白人已经不再是加州人数最多的种族 2014年西班牙裔超过白人成为加州最大的族群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加州的西班牙裔人口增长了11% 达到1550万人 占加州近4000万居民的40% 在过去10年中 亚裔人口的百分比增幅最大 加州现在有600多万亚裔 比大多数其他州的总人口还多 洛杉矶县仍然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县 有1000多万人口 洛杉矶联合学区临时负责人梅根·赖利 8月13日宣布 所有员工必须在10月15日之前接种新冠疫苗 所有员工和学生都必须每周检测是否感染新冠 无论他们是否接种疫苗 在该命令宣布后不久 代表3万多名教师、护士、辅导员和图书管理员的 洛杉矶联合教师协会发布声明 表示支持 据英国卫报8月12日的报道 近日英国短跑运动员乌甲 严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被暂时禁赛 由于乌甲是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决赛 英国队的队员 并随队获得银牌 这也意味着英国队的银牌可能会被取消 排名第四的中国队可能地补铜牌